4月7日,美国南加州华人华侨联合总会通过UPS为洛杉矶市应急中心捐赠一次性防护口罩5万个,积极支援当地社区防疫抗疫。 美国南加州华人华侨联合总会早在3月中旬就开始积极支援社区医护防疫。 针对华人集中城市的医院及机构,包括加惠尔医院、圣盖伯医院、仁爱医院、罗马琳达医院、加联医疗网、表马老年中心等进行了医护用品的捐赠,展现了华人守望相助、积极支援当地抗击疫情的情怀。